一定一跨年不放煙火 那簡直是大新聞 感覺好像沒有跨年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我看一個新聞剛好 突然有一家贊助廠商跳出來 而且那贊助廠商 老闆還非常年輕 而且我看了他很久了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 寫APP的 寫手機程式的一個 算是一個宅男吧 他自己創業 沒想到幾年之後 他居然可以出來贊助 而且贊助 一贊助就3500萬 而且還說錢不是問題 可見得寫APP應該 這個時候應該還不錯賺 百頁蕭條 好像這個寫軟體的部分 好像似乎不錯 因為他剛好也要國際化 而且他想要把它APP給別人看到 所以剛好趁這個機會 可以跟101做一個贊助 所以軟體我覺得 因為台灣長久以來 都太依賴硬體了 硬體非常強 但是軟體很弱 所以這部分當然 就像我們現在學的 也是軟體 軟實力部分的話呢 當然這個東西跟硬體不同 硬體是看得到摸得到 但軟體是看不到也摸不到 但是它的效用 其實並不會輸給硬體了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在電腦上面處理 那你要自動化 你機器人看得到了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有點像是設計機器人的某部分功能 讓它自動幫我們完成 那越快完成這件事當然越好 那效率大概越高 可是怎麼樣加快速度 這方法很多了 好 那第一個是我們本月的期日 下個月的期日就是把e-day有沒有 本月的結束日 本月的結束日 意思就是說呢 到底這個月有幾天 我怎麼知道這個月有幾天 其實方法很多 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函數 好像是什麼 end of day的樣子 就可以知道這個月的最後一天了 但是我有看過了 但是可能要再 這個好像是這個吧 end 一嘛對不對 off month 有沒有 指的就是什麼呢 指定月份的最後一天 我好像有看過 看過這個 這個函數 但是至於怎麼用 我好像有點不太忘記 不過沒有按確定好了 看一下 它start day month start day 指的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月份 month的話什麼 代表什麼 start day之前或之後的月份 之前或之月 一個月嗎 這個有點不太記得 是一嗎 按確定 不對啊 我印象中這個可以 但是這個怎麼怎麼用 可能要再思索一下 end 其實一就是end 結束 off month 那意思是start day 這個month 這個可能要想想 如果不用這個的話 那如果我們要用其他方法 當然有可以用什麼 把下個月減一天不就好了 其實下個月減一天 因為下個月 1月1號減一天不就12月31號 那下個月的第一天 再減一 一定就是 怎麼 前一個月的最後一天嘛 那 可是問題啊 我這個地方假設說 我等於 等於那個什麼 這個日期 減一的話 減一之後按照